甲敬文早报帮两个女儿接待盐狂捞千万!一家四口现身豪宅!王有惊,钞票一箱一箱班! 甲敬文与修杰凯结婚后可以说是家庭事业皆幸福,女儿步步及B.O.妞人气也不输爸妈,常常卖萌让女归王又融化,而步步更是常常闹出笑话让甲敬文与修杰凯笑翻,不过现在却传出步步及B.O.妞也要出道了!一家四口合体抢钱捞千万! 修杰凯甲敬文夫妇与女儿步步合抖妞温馨合照!甲敬文脸书! 根据B.Easy Today新光源报道,近日有知情人士爆料他们一家四口现身中正区的新建案将合体工作,后面还有摄影师跟注,疑似是一家人代言房地产,由于步步及B.O.妞没有一起拍过广告,这次的消息也引起网友讨论! 翻射甲敬文脸书!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斌士开到了台北市廷州路的新建案中正眼睛门口,带着毛帽的修杰凯把女儿步步抱了出来,一手在提出小孩用品十足奶爸模样,没多久甲敬文也带着B.O.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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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出现,一行人互助一家人进入大楼里面,阵仗十分庞大,据附近居民表示,已经多次看到他们现身该建案,感觉是一家人为房地产拍摄代言广告,但修杰凯近日做出了回应。 图片来源,净传媒。 修杰凯神秘地说不是要拍房地产广告,我签了保密条约,不方便透露太多,但是对于一家四口工作的可能性,修杰凯与代保留表示对于一家四口一起工作的可能性,不要说排斥或接受。 有太多东西可能性,经纪人对此则回应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那地方。 布布布用小手撑在狗妞的身后,生怕妹妹坐不冷往后倒。修杰凯脸书。 日前才传出修杰凯将带女儿布布参加中国实际节目大把去哪儿溜,预计若真的成真可以赚进数百万,对此修杰凯没有否认或承认,只说现在谈有点太早,我们从头到累没有任何接触。 疑似是在等待制作单位公告才能进一步说明,而贾凯文曲田顶替蔡依林接下美颜品代颜赚了至少五百万。 补补八个月大时和妈妈一起加入亲子节目妈妈是超人一记就有三千万元,期间功力超强,若一家一起拍广告肯定又能大捞一笔。 翻射假净文脸书。如果合体拍广告一定会爆红的,期待期待。